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 我是萌新 生化危机系列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世界观的生化宇宙 我将用一系列的视频来详细总结 生化宇宙的时间轴 剧情和人物将以时间线的形式按顺序介绍 从生化危机0到8 以及其衍生正传作品剧情背景的时间顺序 理清生化危机所有正传作品的历史及主线剧情 希望观众老爷多多支持 本期萌新疆结合生化二系老板 生化三系老板 生化危机安布里拉历代记与黑暗历代记 所有在此时间线上的剧情 结合新老板与表里线 以最合常理的方式 将生化二生化三的故事完整复盘 关于上期为何选用李昂先进警局 是因为系列中对于克里斯去欧洲这事 已经说了多遍了 所以才着重表现了下马文与李昂的互动 本系列视频的制作耗费了萌新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只为给各位带来不用对照资料的顺滑时间轴体验 请各位观看的同时记得三连 鱿鱼杆已经快爆炸了 本期点赞过签萌新会更下一期 如果觉得做的还可以 请把细致打在公屏上 谢谢大家 1998年9月29日21点 在警局外围绕了一圈 甩掉了追过来的丧尸后 克莱尔来到了警局正门 进入其中 绕过大厅中央的接待台 见到了状况越来越糟糕的马文警官 了解到李昂刚在这里转了一圈 克莱尔对马文认识自己 也没那么惊讶了 马文给了克莱尔一个对讲机 让他留着联系李昂 两人又聊了聊克里斯 马文有些后悔 当初没听几个斯大斯幸存者的话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告知了克莱尔 李昂已经进入女神像底座的密道后 马文回绝了克莱尔 带他去医院的建议 劝离了他 看着状况不容乐观的马文 克莱尔不忍向 还是选择了离开 待愿马文吉人天象吧 尽管已经知道了 克里斯去了欧洲 克莱尔还是不放心 打算去斯大斯办公室看看 进入警局西区 没走几步 克莱尔就见到了 梁在拐角处的 大卫福特和他挂在棚顶的同事 结合着满墙的爪印和破碎的尸体 克莱尔觉得 这应该是某种怪物的手笔 觉得这怪物应该早已走远 克莱尔权衡了一下 还是向西侧二楼的 斯大斯办公室寻去 在经过一楼警员办公室时 克莱尔通过各种文档 了解了警局被丧失进攻的始末 以及艾略特、大卫等人 对生的渴望 一阵叹息后 克莱尔也感受了一下 办公室里迎接李昂的气氛 试者用对讲机联系了一下李昂 发现并不能接通 可能是地下的信号不好吧 这样想着 克莱尔接着向二楼进发 打包了几只丧尸后 在走廊的窗外 看见了一抹红色的身影 爬墙而过 不知道那是个什么鬼 克莱尔只能愈发小心的前进 通过了不知道被谁 炸了个洞的警局浴室 在直通斯塔茨办公室的走廊里 克莱尔终于见到了 红色美影的全貌 这是一只爬行的长蛇怪物 正趴在天花板上 享用着美食 克莱尔虽然有些毛骨悚然 但目的地就在眼前 不能放弃 于是 趁怪物专注于干饭的间隙 闪身进入了办公室中 到达斯塔茨办公室的克莱尔 找到了哥哥克里斯的日记 日记中克里斯提及 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安布雷拉 自己在无人相信的情况下 只身前往安布雷拉欧洲分公司 寻找证据 为了不让自己担心 没告诉他 终于安下心来的克莱尔 心中又庆幸 又有些苦涩 庆幸的是 克里斯没事 苦涩的是 出门后 他将只身面对 可怖的红色怪物 临走时 克莱尔对威斯克办公桌里的胶卷 产生了兴趣 顺走了他 打算之后洗出来看看 如果自己还活着的话 端着刚从武器库 找到的榴弹炮 在火焰弹的加持下 克莱尔干翻了铁食者 从此信心大增 在找军火打丧尸的路上 一去不回 在局长办公室 克莱尔遇到了 正打算把市长女儿 做成标本的布莱恩局长 见到桌子上的女孩尸体 克莱尔虽然有些奇怪 代言警局充满了丧失 也没有多想 简单交谈后 得知了这胖子 是警局局长 但局长似乎并不想鸟他 无奈 克莱尔只能不再尝试交流 向大厅醒去 1998年9月29日 21点03 与此同时 下到警局最底层的李昂 在通过地下管线通路时 看到了上层跑过的 四人非人的奇怪身影 由于不知道那是个啥 李昂只能继续向前探索 刚扳开堵住通路走廊的柜子 拎着钢管的质疑形态威廉 从天而降 按住李昂 往钢结构通路上一通猛砸 通路不堪负重 很快被砸穿 一人一怪掉落着下层 被砸得七昏八速的李昂 顾不上疼痛 赶忙起身 与还在不多变异的威廉 干了起来 互殴了一会儿 李昂自知不是半人半怪的对手 随即不再犹豫 在威廉痛苦变异的空隙 转身就跑 绕了好一会儿 李昂终于甩掉了威廉 通过下水井 上到了警局车库中 向前走了几步 李昂发现 地下车库的门前 停着一辆警车 车灯还亮着 明显刚有人来过这儿 然而一番操作后 他却发现 因没有钥匙卡 紧闭的大门根本打不开 就在这时 身后一阵阴风袭来 李昂回头一看 石虎好家伙 只见一只流着口水的便衣警犬 从墙后走了出来 一言不合 静止向李昂扑来 李昂措手不及 匆忙应对下 枪被扑掉 只能掐住恶犬的脖子 躲避着疗牙 千军一发之际 HCF特工艾达王 及时赶到 一枪打倒了恶犬 救下李昂 两人一边试探着对方的身份 一边不断向恶犬补枪 终于在李昂得知了艾达的表面身份 联邦调查员后 身旁的恶犬也一面呜呼了 一番交谈后 李昂并没有从艾达嘴里 得到有用的讯息 尽管艾达对任何问题闭口不谈 但觉得跟着这不知名的联邦调查员 肯定会了解更多关于这次危机的谜团 看着走远的倩影 李昂没有犹豫 跟了上去 卡洛斯背着吉尔 一路躲避着丧尸和怪物 绕了好大一圈后 终于赶到了浣雄氏医院 还好吉尔够坚挺 一直没有变异 只是意识不清 将痛苦的吉尔 放在一楼诊室的病床上 卡洛斯心疼了好一会儿 决定起身去找巴德医生 打算从他那里 得到病毒抗体 救回吉尔 探查中 卡洛斯觉得这里的气氛越来越诡异 就在即将进入二楼走廊时 一串沉重的脚步声 从门后传来 卡洛斯刚想开门查看 一只绿色的利爪 突然从门缝里伸了出来 卡洛斯急忙后跳闪开 这才看清了推门进来的怪物全貌 这是一只全身绿色的直立型怪物 凶狠的面相表明 他并不好惹 随即 卡洛斯掏出一颗手雷 结果了他 继续在这布满怪物的医院中探寻起来 一路兜兜转转之下 克莱尔在回到警局大厅的路上 看到了一个躲在墙角 瑟瑟发抖的小女孩 还没看清他的长相 小女孩就一溜烟的逃走 不知去向 搜寻无果后 克莱尔只能按原计划返回警局大厅 从之前被里昂打开的密道离开 再次见到马文后 克莱尔也想把他带去医院治疗 但此时 马文只剩回光返照而来的一口气了 为了不连累克莱尔 马文却离了他 克莱尔看着强弩之末 却依然坚定的马文 默默地道了生气 离开了警局大厅 在地下室中层通过走廊时 克莱尔又见到了刚才遇见的小女孩 从上层跑过 赶忙追了上去 一番寻找后 终于在一个杂物间里 找到了小女孩 寻寻善诱中 努力让小女孩相信自己 告诉他 自己可以帮助他 然而小女孩 向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 你才要帮忙呢 他就在你后面 慌忙回头 就见一个肩膀上 长着大眼睛的 似人非人撞怪物 拎着钢管 出现在他身后 还没来得及反应 怪物抡起手中的管子 一击打塌了克莱尔脚下的涌道 使他掉落到了地下室下层 克莱尔艰难起身 退无可退 只能与怪物打了起来 这一型怪物正是变异的威廉 G病毒基于生物的本能 为了寻找最接近宿主的遗传体 也就是威廉的亲生女儿雪莉 不断袭击 寻向雪莉路线上的每一个人 一番激战过后 克莱尔在手中 榴弹发射器的站立加持下 打跑了G1威廉 使他落入了警局最底层 连通的下水道中 不见了踪影 克莱尔回过头 再次找到了惊魂未定的小女孩 她名叫雪莉 妈妈告诉她 警察局比较安全 才来到了警局 答应了帮她寻找妈妈后 雪莉放下了中层的伸缩梯 克莱尔才得以返回中层 抱歉 打断一下各位的流畅体验 这里新老板有一段 不可融合的吃书剧情 蒙辛只能以平行世界形式 补充至此 《老神话2》中 李昂和克莱尔相继看到了雪莉的身影 见面后决定分头寻找 在局长办公室 克莱尔遇到了布莱恩局长 因局长没鸟他 接着探索的克莱尔再次遇到了雪莉伯金 他说他的父母都在安布雷拉上班 妈妈为了他的安全让他待在警局 并且他提到 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在追自己 同时好像听到他爸爸在喊他名字 在克莱尔的说服下 雪莉决定和他一起逃离警局 他们在局长办公室后面发现了密道 并看到了变态局长 残忍解剖市长女儿的过程 在地下室再次遇到布莱恩时 他已经被威廉灌了G.U.T 暴体而亡 最终克莱尔干掉了钻出来的G成体 从下水道离开了警局 老板中克莱尔和李昂 一直可以通过对讲机联系 为了剧情融合 这里蒙辛只能以信号不好为优 忽略一些片段 且重制版中 为了孤儿院剧情 卡表魔改了这一部分 其他剧情差异不大 我们继续回到整合剧情 1998年9月29日 22点30 跟着不知名女子的李昂 几乎又把警局转了一边 再次回到地下室之时 他发现自己跟丢了 神秘女子不翼而飞 李昂无奈 只能向一旁自己没探索过的插路进发 在道路尽头 他无意中进入了警局地下的拘留室之中 没想到这里的犯人也难逃便衣的厄运 走到最深处的牢房 李昂发现了一名扎小辫子的男人 正坐在牢房里抽着烟 便上前查看 两人都对对方是个活人 表示惊讶后攀谈了起来 李昂了解到 这个男子名叫本·贝托鲁奇 是个能力通天的记者 他通过采访威廉的夫人 安妮特伯金 套出了安布雷拉公司的底细 生怕被公司灭口 就来到了警局 主动要求把自己关在拘留所里 因为里面一定比外面安全 万万没想到 布莱恩局长也和安布雷拉关系匪浅 警局被丧失攻破后 布莱恩将计就计 把本直接锁在牢房里等死 李昂虽然对他手里的钥匙卡有些心动 还是将信将疑 就在李昂迟疑之中 本被背后墙壁伸出的怪手 按住面门 抱头而亡 这变故让李昂震惊不已时 神出鬼没的女探员事实出现 安慰了李昂 并告诉他 本是自己的线人 屡立其功 接着 留下分析这句话真实性的李昂 转身就走 在李昂切而不舍的追问下 终于知道了他的名字 艾达 李昂看了看本尸体上的门禁卡 决定再次回到警局内 找到钥匙 拿到这卡和艾达一起 逃出警局 1998年9月29日 23点05 卡洛斯在医院内 不断探寻着 辗转来到了院长室 发现了早已凉透的院长 在他身边的院长日记中 了解了病毒爆发的来龙去脉 感叹了一番事态炎凉 卡洛斯只能继续寻找实验室 听到医院四楼传来的两声枪响 卡洛斯急忙赶了过去 迎面就撞上了 手里端着枪的 尼古拉 看到他 卡洛斯气不打一出来 质问着他 为啥抛下比歇尔和吉尔 尼古拉冷笑了几声 也不再隐瞒 大大方方说出了 自己是安布雷拉公司的监察员 任务就是 不能让得知真相的人 活着离开浣熊市 并举枪指向了卡洛斯 还没来得及反应 两人身后的走廊 突然发生了爆炸 尼古拉身形灵活 纵身一跃 从走廊尽头的窗户 跳了出去 卡洛斯也进入走道拐角 并没有受到波及 窗外是医院覆楼的屋顶停机坪 尼古拉应该是从那儿跑了 眼下 虽然尼古拉还是个威胁 但卡洛斯更担心的是 巴德罗氏 1998年9月29日23点25 卡洛斯终于来到了巴德的实验室门口 寻找一番后 找到了巴德训斥女下属的录音 利用他打开了实验室的语音识别门 心中有些不祥预感的卡洛斯 刚进入实验室 就见巴德医生 果然已经凉在了办公椅上 死不瞑目 卡洛斯口吐芬芳 看来自己来晚了 事已至此 多想无意 卡洛斯决定 在一旁的电脑上 寻找病毒抗体的蛛丝马迹 在电脑中 卡洛斯发现了巴德医生的视频存档 视频中巴德说 城市的惨状都是安波雷拉造成的 许多年前 他们就开始研制T病毒 并且一直秘密的 做着各种人体实验 自己的团队受到匿名资助 负责研制对抗此病毒的抗体 经过废勤忘食的研制 终于做出了一批 基因重组型抗体疫苗 存放在实验室的保管库中 但病毒全程爆发后 安波雷拉想抹杀 关于病毒的一切 正说着 巴德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 赶忙切断了录制 看到这一切的卡洛斯 震惊过后 一拳锤爆了电脑屏幕 没想到自己的雇主 安波雷拉 是这样一个 泯灭人性的存在 看来巴德医生的死 与刚刚遇到的尼古拉 脱不开关系 卡洛斯在一旁的药物保管室中 拿到了寻觅已久的T病毒抗体 心中庆幸了一番 看来尼古拉并没有发现这个保管室 只是弄走了些文件资料 当然 现在不是研究尼古拉的时候 吉尔还等着他 由于刚才的氧气爆炸 四楼的走廊已经没法走了 卡洛斯只能另寻通路 赶往一楼 1998年9月30日 0点30日 克莱尔一路跟着指引路线的雪莉 两人聊了些自己家人的话题 雪莉明显对克莱尔有所提防 半真半假的回应着克莱尔 并没有告诉他 大眼睛怪人就是自己的爸爸 说着说着 两人通过下水井 来到了警局的地下车库 同样也没有钥匙卡 他们并不能从锁住的卷帘门出去 就在两人打算门离开门之时 布莱尔局长出现在两人身后 不由分说的用枪指向克莱尔 让他跪在自己面前 借雪莉之手绑住了克莱尔 接着就要带走雪莉 克莱尔这才察觉到 这胖子不是好人 顿时有些急了 不合时宜的说 我哥哥克里斯 斯大子的强无敌 知道这事肯定揍你 话还没说完 就被布莱尔一脚踹倒 心想 还跟我提着丧门星 为了他那些破事 老子忙活了两个月 跑路都没跑上 借着心中的怒气 威胁了一番克莱尔后 布莱尔顺利带走了雪莉 挣扎之下 雪莉的项链掉落在了地上 人还是被局长强行拉走了 尽管克莱尔挣脱了束缚 还是没赶上两人的脚步 气急败坏地提了脚举帘门 克莱尔捡起了雪莉的项链 冷静下来后 开始寻找钥匙卡 1998年9月30日 1点 克莱尔一路打死了 各种变异生物后 通过布莱尔的专属电梯 来到了局长办公室 在桌子上 找到的局长日记中了解到 布莱尔是个变态 桌子上的女孩 是市长的女儿 就是被他弄死的 并且 他一直与安布雷拉 进行着警局囚犯为主的 实验体交易 病毒爆发 逃脱无望后 更是在丧失 进攻警察局之前 破坏了通讯系统 分散了武器 使警员的救援行动寸步难行 口头唾弃了布莱尔一番 克莱尔解开谜题 打开了局长办公室 锁住的小房间 拿到了放在桌上的门禁卡 就在这时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犹豫之下 克莱尔接起了电话 原来是布莱尔局长 不知在何处监视着他 局长告诉克莱尔 雪莉就在孤儿院 现在需要他捡到的 之前带在雪莉脖子上的吊坠 来孤儿院交换雪莉 气急败坏的克莱尔 还没来得及骂他几句 电话就被挂断了 无奈 克莱尔只能拿上门禁卡 折回局长专属电梯 向警局车库醒去 打开卷帘门后 克莱尔觉得 这门禁卡 说不定啥时候还能用上 便将他一起带走 向浣熊市孤儿院赶去 1998年9月30日 1.20 完美错开了克莱尔 在警局地下室搜索的里昂 在警犬市干掉了几只恶犬后 来到了之前两人相遇的 东区坠毁飞机处 刚走过转角 就见暴君T-103 挪开直升机残骸 踏着沉重的步伐 压迫而来 里昂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鬼 见他身形魁梧 身穿皮衣 且非人类 立刻就联想到 这应该就是 刚刚干掉本的怪物 觉得自己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在迂回战术下 绕了一圈 溜之大击 怎料 这君大一怪物 一直追着他 且依靠强大的破坏力 不走寻常路 屡次破开墙壁 凶猛来袭 不断的迂回躲避 伴随着暴君 几具压迫感的脚步声 里昂终于找到了牢房钥匙 向地下牢房醒去 1998年9月30日 1点50 打开牢房 在本的备忘录里得知 对他穷追不舍的怪物 名叫暴君 是安波雷拉研发的生物兵器 里昂拿到了本身上的门禁卡 顺便顺走了 本怀里的录音机 录音机里提到了 孤儿院 下水道 和安波雷拉地下研究所 毫无头绪的里昂打算 把这录音带出去给艾达 也许他能明白 其中信息的含义 刚回到地下停车场 还没走几步 李昂就被破墙而出的暴君 掐住了喉咙 危难之际 艾达驾驶着警用运输车 及时冲了过来 把暴君撞回了墙里 解救了李昂 大难不死的李昂 正向艾达倒着谢 暴君又蠢蠢欲动起来 还好艾达早有准备 抱怨了一句 这里啥也死不透后 引爆了车内布置好的炸弹 这才让暴君消停了下来 李昂和艾达终于打开了警局地下车库 边听着录音 边向街对面的肯多武器店走去 1998年9月30日2点20 雪莉被布莱恩带到附近的孤儿院后 在育儿室关了起来 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很快雪莉就从一个隐秘的墙洞 钻出了房间 找到了孤儿院大门 但大门被锁住了 为了逃出孤儿院 雪莉只能悄悄地来到院长办公室 找大门的钥匙 却不曾想 被布莱恩局长抓了个正着 原来这个孤儿院就是布莱恩创立的 目的是给保护伞公司提供幼儿实验体 雪莉受到局长的惊吓 拿起一旁桌子上的化学事迹 就摔在了布莱恩脸上 在她痛苦无脸之际 转身就跑 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利用布莱恩清理脸上伤口的间隙 雪莉拿走了插在门上的钥匙 向大门口狂奔而去 没想到 大门外侧也被铁帘锁住 最终 雪莉还是被她抓住 就在局长拎起她 要让她好看之时 威廉突然出现在二人身后 并将GLT塞进了局长的肚子里 1998年9月30日2点35 穿过巷道荷兰球场 克莱尔打爆了几只丧尸犬后 终于进入了孤儿院 拿着雪莉的项链 在孤儿院里探寻了好一会儿 走到一楼西侧走廊的尽头 被突然钻出来的布莱恩局长 吓了一跳 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 刚才被塞到她嘴里的GLT 迅速成长起来 穿破了布莱恩的胸膛 使她暴体而亡 克莱尔背着景象吓得不轻 缓和了一下后 进入了院长办公室 1998年9月30日2点50 李昂和艾达聊着聊着 来到了警局对面的肯多枪垫 打算先进入这里 找几把趁手的武器 进入后两人发现 这里混乱不堪 并没有像样的武器可以入手 正疑惑间 拿着仙弹枪的罗伯特肯多 突然出现 用枪指向了李昂 警告他不要靠近 原来在他身后 是他即将变异的女儿 小女儿低着头 看不清表情 身上有明显可见的伤口 当艾达想在小女孩变异前 解决掉他时 罗伯特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他的女儿 李昂深受感动 告诉艾达不要插手 武器店老板转过身 抱住女儿 轻声安慰着他 对两人表示 请让他们独处 随后便抱着女儿 回到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 房间里传出一声枪响 与此同时 在院长办公室里 克莱尔发现了 通往地下室的通道 终于找到了 躲在其中的雪莉 两人本想 原路返回 但此时 追着李昂二人 出了警局的暴君 突然出现 他得到的命令是 剿灭警局里 所有幸存的人 此刻 由于跟丢了李昂 跑到了许久 没有移动的 克莱尔这边 克莱尔不知道 这又是个什么怪物 只能带着雪莉 向地下室深处跑去 到达连接下水道的电梯后 正要关门下行 人高马大的暴君 却已根治此处 轻松地用双手 搬开电梯门 就要进入其中 无路可逃的 克莱尔与雪莉 刚有些绝望 一只利爪 突然从背后 贯穿了暴君 原来 是寻着雪莉过来的 威廉 也到了这儿 撕开了挡路的暴君 威廉迅速变异成了 G2形态 向重新关门的电梯 重来 猛烈的撞击下 电梯顶端的吊篮 被破坏 顺势急速向 底层的下水道降去 掉落底层的电梯中 克莱尔直接晕了过去 雪莉则在威廉的 步步紧逼下 向下水道 深处跑去 威廉也没有再管克莱尔 抽搐着追向雪莉 雪莉爬向 通向下水道 中层的路时 失足落入了 下水道的下层 在那里 威廉伯金 终于找到雪莉 在他昏迷时 使雪莉染上了G病毒 于是离去 1998年9月30日 3点21 为了寻找真相 不让罗伯特 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 李昂决定 跟随艾达一起 前往安波雷拉 换雄士研究所 找到艾达口中 研制病毒的 安妮特伯金博士 在前往下水道的路上 李昂通过艾达之口 了解了安波雷拉的罪恶 也知晓了 找到安妮特的重要性 这时的艾达 明显还太年轻 对自己的对手 安妮特缺乏了解 这也造成了 接下来的一系列不顺利 一番跋涉后 二人终于通过 进入了临通地下实验室的 大型下水道 1998年9月30日 3点30日 克莱尔再次醒来时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奇怪的女子 女子确认了一下 克莱尔没有感染后 就自顾自的 在一旁记录起了 威廉的变异情况 在一番驴唇不对马嘴的问答之下 克莱尔才知道 原来她是雪莉的母亲 安妮特伯金 但她好像 不是很关心雪莉的安危 无视了克莱尔对雪莉的关心 说了句 一切都在掌握中后 安妮特自顾自的离开了 见安妮特如此冷漠 克莱尔决定 自己去寻找雪莉 随后 在下水道的办公区 找到了一些 关于G病毒的文件 更加了解了 病毒特性 1998年9月30日 3点35 沿着下水道前进的 李昂和艾达 感觉到类似地震的震动感 不断从下层传来 二人没有多想 继续前进着 就在李昂 率先跳到下水道最底层 正询问艾达 这路对不对时 一只巨大的便衣鳄鱼 从下水道深处钻了出来 张着血盆大口 向李昂袭来 李昂在狭窄的下水道中 辗膜 不断地躲避着 举行鳄鱼的攻击 终于划过了一条 燃气管线的底部 借助地形 卡住了张着大嘴的鳄鱼 接着 李昂巨精会神 一发子弹 送走了便衣鳄鱼 爬上艾达放下的铁梯 李昂终于回到了上层 前往下水道办公区的电梯中 艾达给李昂 科普了BOW和安布雷拉的生意 刚聊到安妮特 就在电梯停下后 遇见了他 两人一愣 随即举枪对向安妮特 艾达更是直接开口 跟他要治病毒样本 安妮特笃定 两人不会开枪 从容对打后 转身就跑 李昂和艾达赶忙追了上去 不料 安妮特却率先开枪 向冲在前面的艾达射击 电光火石间 李昂扑向艾达 替他挡了子弹 随后 安妮特关上了隔离门 逃之夭夭 回过神赖的艾达发现 李昂已经受了伤 流血不止 受伤的李昂 并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 而是让艾达别管他 快去追安妮特 艾达看着傻乎乎的李昂 心情复杂 从随身携带的化妆盒中 取出了麻醉剂 让李昂昏睡过去 并为李昂包扎 说出了真情流露的话语 李昂 一定要活下去 这个人情 我一定会还 1998年9月30日 3点45 克莱尔到达了 下水道底层的观察室 终于隔着玻璃 进到了雪莉 雪莉好像对着摄像头 说着什么 接着便晕倒在了降解室中 克莱尔见状心疼不已 赶忙向降解室寻去 在下水道中 绕了好大一圈 通过了恶臭的 最底层下水道 打包了多只 盘踞在此的G成体后 来到了下水道的配电室 地图显示 通过这里 就可以去往降解室了 刚要出门 威廉的巨爪 突然破棚而入 袭向克莱尔 还好他反应够快 闪身躲开 不过他也知道 阴魂不散的威廉 又来了 一番大战之后 克莱尔利用挂着 集装箱的吊塔 把GR威廉 撞进了下水道 底层之中 这才摆脱了他 终于打开了 降解室的大门 找到了昏迷的雪莉 在监控设备下 与身在下水道 处理厂监控室的 雪莉母亲 安尼特 再次交谈 当他得知 克莱尔一直在 帮助雪莉时 对自己女儿 冷眼旁观的 安尼特 百感交集 心中的母爱之力 终于被触动 给克莱尔解答了 G病毒特性 看来威廉 是出于保护 幼体的本能 清理踏进雪莉 范围内的一切生物 才与克莱尔干了一架 接着 安尼特告诉克莱尔 自己的实验室 有G病毒抗体 通过下水道的 地下缆车 可以直通 安布雷拉地下研究所 两人分别向雪莉 抒发了不同的爱意后 雪莉对克莱尔 抱得更紧了 抱着雪莉 来到了地下缆车上 把她放在了 一旁的座位上 安慰了雪莉几句后 启动了缆车 向研究所行去 这里 蒙辛对同志版中 关于安尼特的设定 有些微词 母爱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感情 哪有那么容易压制 原版与黑暗历代记中 安尼特在监察威廉时 还是会时不时的 流露出 对雪莉的母爱 并在雪莉被感染后 求着克莱尔救救雪莉 这重制版中 安尼特神明大义 割舍亲情的设定 直接毁三观 是除了表里线解谜重复 另一个被玩家诟病的设定 而融合剧情时 没选用其他两版的 安尼特是因为 无论哪个版本的结局中 雪莉都直接忘了 刚GG的亲爸亲妈 牵着李昂和克莱尔的手 就要一起生活 所幸 在剧情中 就让安尼特没人性吧 1998年9月30日 4点 卡洛斯在医院副楼 绕了一大圈 打爆了几只猎杀者后 又遇到了 从培养民里逃脱的 猎杀者伽玛型 以及大量的丧尸 东躲西藏后 终于摆脱了 身后追来的 一大票怪物 回到了医院正楼 吉尔所在的诊室 成功给吉尔 注射了提命毒抗体 随后 守了他一夜 希望吉尔可以战胜病魔 回到自己身边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对于《圣化》系列主线剧情 1998年9月29日21点 到1998年9月30日4点的时间轴 如果未有遗漏 请各位观众老爷 多多刺脚 多多包涵 下期 萌新将继续整合 新老生化3 新老生化2 和生化危机 安波雷拉历代记 黑暗历代记 给大家继续带来 最完整的 《幻雄师毁灭》全剧情 制作不易 望各位多多互动 看完记得三连 本着对生化系列的热爱 我会尽快更新下一期 谢谢大家